记者陈光被彰化报道,天雨路滑,行车一定要保持距离。 彰化昨日大雨,一名自小客驾驶昨日中午行经国道中山高时, 一步行驶内侧车道的小货车疑似路滑失控突然大回转, 接住翻覆在眼前,下一秒,外侧车道的统连客运来不及刹车, 直接撞击小货车一路往前推,造成小货车驾驶,乘客与统连驾驶都受伤, 惊险过程都被拍下,自小客驾驶直呼脑海中一瞬间浮出人声跑马灯。 国道警方表示,昨日中午12时15分许,国道1号北上216公里处, 一辆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,一四宇天大华市控翻覆于外侧车道, 一辆行驶于外侧车道统连客运来不及闪避撞击小货车, 造成小货车上驾驶黄姓男子,62岁,乘客,夫妻,无姓女子,58岁, 于统连客运驾驶陈姓男子,33岁,手脚轻微擦措伤,所幸伤势均无大碍, 统连客运站23名乘客均未受伤, 随后由接拨车送离现场,行驶小货车后方的驾驶惊险躲过车祸, 将行车记录器BO上脸书,直呼脑海中一瞬间浮出人声跑马灯, 并在第一时间报警,助当事车辆人员平安。 国道三队指出,昨天到今天因天鱼已发生四起追撞事故, 呼吁民众驾驶车辆一定要小心慢行,保持安全距离。